状元题 这种题一般出现在期末考试的最后一道题 有点难度 所以是拉开分值的一道题 它要你把这个填完整 使得横排 竖排 斜排 所有的和都相等 这样一看无从下手 但是找到突破口就很简单了 我们看一下 这道题的突破口就在于公用的数 并且这个公用的数 一定要是已知条件最多的 看到这一横排 这一数排 那么公用的就是这一个数 21加上这一个加上9 要等于这一个数 加上这一个加上12 21加9已经等于30了 所以由此可见 因为这个是相同的公用的数 所以这个12加上这个数 也要等于30 那么这一个数就是18 我们再来看到 这一个和这一个也就是这个圈圈里的数 21加18得到39 再加上这一个 那么要等于这一个加12 再加上这一个数 这个刚刚说了等于39 那么这两个数相加也就等于39 所以这一个就是等于多少 27 紧接着看 这一个斜杖的 我们就已经算出来了 27加18加9 等于多少 等于54 也就是这三数之和都是54 紧接着就好做了 21加9等于多少呀 等于30 那再加上多少 等于54呢 再加上24 好 紧接着我们再来看到这里 27加12 加多少等于54 27加12等于39 那么还要加上多少 15 这个15出来了 再看到数盘 15加9等于24 那么这里就是30 紧接着再往这边看 30加18等多少 等于48 再加上多少等于54 26出来了 出来了